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人活一辈子 最重要的是书心 朝君不知会硕 会孤不知春秋 岁月无情不停留 人生苦短无回头 人的一生不过三万多天 一生漫长不过是百年 人活一辈子 最重要的就是书心 不要让自己活得太累 挤不进的世界 不要应挤 难为了别人 也作践了自己 做不来的事情 不要硬做 换一种思路 也许会事半功倍 拿不来的东西 不要硬拿 即使暂时得到 也会失去 珍惜眼前人 看淡得失 得失亦是常态 要学会看淡 看清 少计较多包容 原深原浅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豁达与乐观地 对待人生中的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俗话说 因为看清 所以快乐 因为看淡 所以幸福 深以为然 你我都是天地的过客 很多人事 我们都无法做主 譬如离去的时间 走散的人 心字三个点 没有一个点 不往外蹦 你越想抓牢的 往往是离开你最快的 人生啊 看清看淡多少 痛苦就离开你多少 再者说 人有悲欢离合 越有阴晴圆缺 没有完美的人生 多的是遗憾与不足 人到了一定年纪 经历过世事 更应该学会顺其自然 看淡得失 一切随缘 生命中 该懂得世间很多事 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有些人 不是你愿意就能留得住的 有些事 不是单凭努力就能得到成功的 方知一个人 倘若对得失看得过重 势必为名利所困 便会深陷其中 不可自拔 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建造的心灵牢狱 三千烦恼事 尽在一笑间 没有不快乐的人 只有不满足的心 如果心是复杂的 欲望的沟壑是深的 心就会负累 人活着无非是一种心情 穷也好 富也好 得也好 失也好 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对万事万物 别执念太深 煎熬的是自己 折磨的是自己 人生苦短 学会看淡看清 人生没有完满时 缺憾亦是一种美 平和简单的生活 是跃尽世世的坦然 是沧桑饱长的睿智 是过尽千烦的从容 人生是一个充满奇遇的旅途 又何必去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 人生中的成败得失 全凭我们个人内心的行量 纵使历经所有的艰辛苦难 希望始终要保持一颗平常心 不执着于一念 不胡论于一物 坦然自若 看淡看清得与失 常言道 大智者必谦和 大善者必宽容 唯有小智者才咄咄逼人 小善者才斤斤计较 生活中心若计较 处处都是怨言 心若放宽 时时都是晴天 活着本是一种幸福 别把自己逼得太紧 凡事看开了 心就轻松了 凡事放下了 人也就快乐了 我们很多人之所以快乐 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的多 而是因为计较的少 乐观的心态来自宽容 来自大度 来自善解人意 来自与世无争 人生本就没有完美 想通了 想开了 就是完美 人生的烦恼皆是因为心病 有什么样的心境 便会有什么样的人生 如果心中全是狭义偏执 那么看到的自然也是烦恼 如果心中是接纳与开阔 看到的当然也是格局方向 越是行到路窄处 心胸越当淡定坦然 人生有多少计较就有多少痛苦 有多少宽容就会收获多少快乐 痛苦与欢乐都是心灵的折射 就像镜子里面有什么 决定于镜子面前的事物 心里放不下 自然成了负担 负担越多 人生越不快乐 计较的心如同口袋 宽容的心犹如漏斗 复杂的心爱计较 简单的心易快乐 心安身自在 心宽福自来 人的一生少计较多宽容 知满足 心也就闲了 心若晴朗才能幸福 心宽一尺 落宽一丈 心宽如海 幸福自来 人的一生冷暖自知 自己的人生唯有自渡 勾勾侃侃 总是要自己过去 别人帮得了你一时 帮不了你一世 切记不要依靠谁 不要祈求 依靠只会使自己懦弱 祈求也只是一种安慰 自身的强大 才是硬道理 人生坦途中 在顺境的时候 理应多加一分思索 在逆境的时候 多加一分勇气 在小城的时候 多加一分淡然 在防晃的时候 多加一分信念 当你的才华 配不起你的野心的时候 就踏实地努力 也潜心地学习 当你的经济 支撑不起你的梦想的时候 努力地工作 增强你的实力 人生苦短 愿你爱得洒脱 爱得坦荡 爱人先爱己 你要明白 心里有你的人 总会主动找你 心里没你的人 总是自动地忽略你 余生不长 不要为了别人 委屈自己 不要为了讨好别人 丢失了本性 你就是你 这世上的唯一 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你的优秀 不需要别人来评价 凡事问心无愧就好 人生不易 冷暖自知 遇到困难 自己扛着 遇到阻碍 自己克服 虽然累点 苦点 但是活得舒坦 过得坦荡 人这一辈子 最珍贵的是什么 不是财富 不是地位 而是平安 生活平安 事业平安 身体平安 一切平安 平安是福 人生在世 可谓繁华若云 看淡得失 切莫计较 放下包袱 才能轻装前行 愿你早日懂得 活得自在 从容安然地 度过余生 舒本华曾说 人生时如钟摆 在痛苦与倦怠之间摆动 不知可否 这一生对每个人而言 大概都是一道难题 回头看过往 总有些再怎么努力 也挽回不了的遗憾 向前看未来 又路途茫茫 时光仍然 走在人生路上 面对无解的难题 你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 让自己活得舒服 学着把心静下来 学会放下 沉重的负累 余生做到 不解释 不勉强 不后悔 首先是不解释 生命中 你会遇到 形形色色的人 可大家往往思想层次 生活背景各不相同 所以 不要指望每个人 都能懂得你的经历 理解你的悲喜 有些难言的情绪 自己消化就好 一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质疑 懂你的人 无需多言 不理解你的人 不必解释 管报之交的典故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从前 齐国有一对好朋友 一个叫管仲 另一个叫报书牙 管仲家境贫穷 却胸怀大志 别人常嘲笑他白日做梦 只有身为智友的 报书牙 理解和支持他 两人一起投资 做生意 赚了钱以后 管仲都拿得 比报书牙还多 别人都以为 管仲贪财 只有报书牙说 不是他贪财 是他家境贫困 比我更急用钱 在管仲做事 屡屡失败 别人都说管仲无能 只有报书牙 理解地说 不是他无能 是现在的时机不对 后来管仲辅佐 齐恒功 得以名扬天下 让周围质疑的声音 不攻自破 报书牙对管仲的理解 与宽容 也为后人所称赞 很多时候 不相信你的人 你没有办法要求 他对你感同身受 但是轻着自轻 你无需解释 只要尽力而为 问心无愧 时间会证明一切 其次 不勉强 俗话说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如果凡事都想求一个 十全十美 明知自己力不能及 还偏要不撞南墙 不回头 结果不过是费力不讨好 生活应该是活在自己的心里 不勉强 不抱怨 一切随缘而行 不苛求完美 不强求结果 知足常乐 看淡成败得失 古人云 心比天高 往往命比纸薄 有时候 太过要强 反而活得更艰难 人要懂得 适时地放手 允许生命中 留点缺憾 才能过得自在 最后是 不后悔 活着 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会经历一些 不堪回首的往事 而亡者常依依 无论是非对错 都不可能再改变 人生注定是一条 无法回头的单行线 过去的事情 就算你有再多的后悔 都已经成为过去 与其在怅然弱势中虚度 不如放平心态 不去恨 不去怨 努力经营好当下 岁月的长河里 不需要人人都懂你 只要踏踏实实地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即可 不需要事事苛求完美 只要尽力而为就好 不需要把太多遗憾 装进行囊 只要认认真真 走过每一段旅途 就足矣 不解释的 才叫从容 不执着的 才叫看破 不完美的 才叫人生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 过随遇而安的生活 你在 世界就在 人生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在有限的年华里 选择最舒服的生活方式 有些故事 只适合说给懂的人听 有些错过 就当做人生的一次经历 有些缺憾 其实是生命的一次跳板 让你成长 愿余生的你 得失随缘 从心而行 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自己 过得更幸福快乐 大家好 我是依安 深夜读书最新开启了 新的互动环节 每周三会有一个留言周节 每个人的留言都很有见解 都很棒 我会挑选几条 感触到我的留言 与大家分享 感谢大家对深夜读书的喜爱 和支持 深夜读书 因你们而精彩 读者 Justin Nordheim 在社区中留言 希望能成体系讲解一下 真理与孤独的问题 既掌握真理的人 往往是孤独的 谢谢 一安在这里 向大家道个歉 因为事情繁重 无法做到每个人都回复 对此深感抱歉 希望能得到你们的谅解 每天留言 我都有细心读过 感谢你们对深夜读书的 晚安和支持 一安才书学浅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 可以在留言下方指出 共同讨论哦 很多哲学家和圣人 都很重视真理 把追求真理 作为自己一生的梦想 但是究竟什么是真理呢 哪些真理是永恒的 即便再过千年万年 它依然会存在的呢 真理是什么呢 世人的心态 多数会随着境遇的变化而变化 他们认为 坚持一种信念 就等于给自己 带上一副枷锁 会使思想和行为 无法自行其事 然而谎言之所以 能够博得人们的欢心 并不仅仅是在于 人们在发现真理的过程中 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 这就需要付出努力 也并不仅仅是在于 一旦找到真理 它就会对人们的思想 产生影响 同时 人们对谎言自身 有一种天生的 近乎是堕落的爱 造成了更多的人 愿意追随谎言 而放弃了真理的怀抱 因为种种原因 造就了少数个体的出现 成为人人之中的佼佼者 他们的思想超前 往往不被当时的人们理解 接受 而知己难求 所以一生都可能活在孤独之中 但总有一天 人们会发现 这个群体的思想 既为真理 会信奉它 崇拜它 我不能妄下结论 因为真理是 为家遮掩的日光 如果要想让这世间的 种种假面舞会 化妆演出和胜利庆典 显得优雅高贵 那么这种光 是远不及灯烛之光的 人文 社科领域 有没有真理呢 当然有 比如马克思的 历史唯物主义 就是真理 因为它揭示了 人类社会发展的 基本规律 社会存在决定 社会意识 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 再如中国古代 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学 在某种意义上 也是真理 儒家文化是 中国汉民族文化的主体 儒家文化的 理乐仁义等道德规范 是构建中国 封建社会的 主导意识形态 也是塑造中国 国民性的 基本元素 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 封建社会 足以说明 儒家文化存在的 合法性 德国哲学家 黑格尔有句名言 凡存在的 都是合理的 这句话 很有说服力 如 儒家文化的生命里 绝不是空头 说说而已 而是有 中国封建社会的 漫长历史 作为根据 中国道家思想 从某种意义上 也是真理 因道家文化 对中国传统社会 和文化 同样产生 深远影响 如古代 士大夫的逍遥 自在的人生观 中国传统艺术 都受到道家思想 极大影响 中国当代历史 曾经提出过 一个重要命题 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这个说法 含义深刻 影响很大 其中所包含的 意思之一 是强调 社会存在 经济基础的 决定作用 即无论任何思想 意见 看法或真理 都需要根据 社会历史的发展 做出客观 公正的评价 如果换一种 更为更俗的 说法就是 时间历史 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